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華五千年 毅便利主持 張偉國賺稿 吳偉榮編導 雲治忠興 明獻宗成法皇帝朱建森 十七歲登位 當時明朝的政治已經不少積弊 但是表面上仍然是太平盛世 明獻宗雖然待人寬厚 但是她生長在深宮之中 性格懦弱 缺乏主見 而且不知民間疾苦 和公卿大臣關係疏遠 明獻宗重信宮女出身的萬貴妃 國家大使都由萬貴妃替她出主意 而萬貴妃只是一個平庸的婦人 多疑 善道 而愛好享受 縱容宗官 道士 和尚 替宮廷搜刮財物 公王室享樂 成法十年以後 元老眾臣李賢 彭氏 雙露 都已經相繼去世或者退休 內閣首父 由深明阿如逢迎之道的萬安出任 其他執政的公卿大臣更加是 唯唯諾諾 苦手聽命的容財 當時民間有兩句歌謠說 紫胡三角佬 泥素 陸尚書 對這些容緑無能的公卿大臣表示鄙視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明憲宗和萬貴妃更加肆無忌憚 據明史技術 成法二十一年 刑部主事李誕等等幾十位官員 上表評論時證 其中提及 神仙 佛老 外戚 呂熱 聲色貨利 奇妓淫巧 皆閉下掃索或曆 而左右近襲 交相有致 直戚明憲宗奢荒淫 令到明憲宗十分老行 暗中命令利部尚書將李誕等人貶官 而明朝的政治危機也都日漸加深 暗中封入 成化23年春天,万贵妃病死 明献宗朱健森屈屈屈不落,染了大病 童年8月22日嫁崩,当时是41岁 9月初六,年仅17岁的皇太子朱有堂职位 成为日后所称的明孝宗 明孝宗朱有堂改年号为宏治 所以又称为宏治皇帝 明孝宗宏治皇帝的幼年遭遇 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 由于他自有身世坎可,母亲地位卑微 六岁以前在冷宫生活 六岁的时候虽然立为皇太子 但是痛失慈慕 而且万贵妃很仇视他 太子的地位受到其他皇帝的威胁 在幽幻之中成长,养成坚忍果断的性格 成化二十年,李东阳,梁柱等人被选为 东宫港官,教太子读书 李东阳是湖南查令人,天顺八年进士 博学多才,是明朝中业的文坛太斗 梁柱是广东信德人,成化十四年会史第一名 即是会员,但是电视只是考中第四名 梁柱学悉冤博,而敢言借奸 王太子朱佑堂在李东阳,梁柱等人教导之下 学业突飞猛进 对瑜伽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深感兴趣 他读书明理之后 对朝政腐败感到忧虑 所以继续之后,决心励精图治改革为端 梁老师 在 父皇不幸驾崩,我年纪更轻 国家大使,就要靠你和李氏港悉心腹拔 启品陛下,未曾量处,资力尚浅 而且自从出事以来,一直是文学是从 未尝担当政务,岂敢同朝中执政公卿争权 陛下身近继承大位,很应该尊重前朝元老 随便变更,反而不美 梁老师,你说得有道理 不过,内国首富万安,无才无德 一美巴结万贵妃,梦碑附和 如果朕留用万安,怎么可以令天下神闻心腹呢 呃,万安是前朝元老,而且并无大过 如果陛下无故罢免大臣,恐怕有失体统 令朝中公卿,惶恐不安 陛下要励精途治,随便罢免万安,并非良策 哼,区区一个万安都不可以罢免 朕这个大明皇帝,还可以有些什么作为 陛下,古代姓王,不因起户而施行赏罚 万安虽然不得人心,但是如果无罪而悲逐 陛下又怎么可以随事后世呢 哼,万安和他的党羽一日不除 朕要弘扬大明的自制,根本绝无可能 哼 奴才怀恩,啟稳闭下 奴才奉子派人称你万良良为民 发现了一个紫坛木盒 上面写着神安晋情几个字 万安送礼给万贵妃 那盒里面究竟是什么来的 啟稳闭下 万安献给万贵妃的,并非其真义宝 而是一张药荒 药药? 是 这张药荒,如果公布天下 万安的额面一定无地自用 嗯 神党叩见贝下 各位公卿免礼 谢贝下 贝下召神等来武英殿 不知道有什么事呢 各位 朕召集内阁学士和六部尚书到来武英殿 是想搞清楚一件事的 什么事呢 怀恩 在 你进来 遵旨 各位 怀司礼在清理先帝和万贵妃遗物的时候 发现一个木盒 上面写着神安晋情几个字 朕想问一下 神安 是不是万少师礼呢 确是万少师的字迹 是啊 啟品陛下 的确是微臣万安 那就好了 怀恩 在 你将盒里面的书咸 大声读出来 遵旨 不可以读的 神 近日取得红元院秘方 赵方念祭 伏之良严 肖慈 金有淫义 原来是春药的秘方 春药的秘方 继续读 遵旨 其方 虽责十三四岁同女 美丽端正者 一切病患 财疾 发粗 声红者 驱不用 紧护起居 后期天贵将至 以以罗成至 入池盆内 自情如珠沙式 用污梅水 井水 河水各一份 入盘搅拌 至情后 倾去浮面之水 入雨粉 神沙 雨香 秋石等药 晒干延没 明洪圆圆 每伏一箭 与鸡子同食 专治神规若违 身为大臣 竟然晋献备若 简直不知廉恥 明洪 微臣惭愧 华欣 再 读下去 遵旨 神废素裂之功 念咒素远 紧扶咒情俊 以備如荣 万安 你还有什么说话好说 微臣罪该万死 不过 不过微臣这么做 是出自对先帝一片中爱之城 求陛下命策 出自对先帝中爱之城 微臣只是奉旨行事 而且得到先帝加许 无致 万国路 你身为大臣 怎么可以做这些事 摆架回功 万安 你好好思过 实践高叔 万少师 今天 我们还不用议论其他事 看来 我们的万少师 以后再没颜面见人 不过 未知 可能 未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几天万安有什么动静 啟稳闭下 奴才派人打听清楚 万安不但无意识高老时官 而且还到处拜访公卿大臣 希望他们在万岁爷面前 替他说好话 而且从昨天开始 他还回到内阁处理公事 万安这个人简直不知羞耻 朝中有这样的大臣 实在不幸 怀恩 在 其他大臣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啟稳万岁爷 十日之内 已经有二三十位大臣 上咒弹劾万安 好 你替我带这些奏章给万安看 全旨将它逐出公金 奴才遵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曼国务 我奉了圣子 将这些奏章交给你亲自过务 请问你如何自处 怀思礼 你明白的了 其实这件事 我都是为世所逼的 哼 为世所逼 如果我不是为了土仙帝和万贵妃的欢心 我又怎么敢这样 哼 乱说 你读圣言书 好应该以圣言之道 自君遥迅 怎么可以以旁门左道迷惑君相 哼 哼 我都知道错了 求怀公公替我说句好说话 请圣上容许微臣改过自身 如果怀公公要什么筹答 我万安都会照办的 哼 我是逢止来驱逐你离开公金 啊 搞翻入公的牙牌出来 哼 哼 走 走 立即走 事到如今 我 我唯有高路还乡习了 哼 哼 哼 这 梁老师 在 自从朕驱逐万安之后 朝中大臣有什么议论呢 未臣梁储啟稟陛下 万安他的德行有亏 他一向善于巴结权贵 位置卿上 朝中正直之事 早已感怒而不感言 陛下大振乾肝 揭露万安的丑态 实在是大快人心 大臣亦之所警惕 不敢胡作妄为 嗯 这就好了 不过 万安虽然已经霸斥 但是万安的党羽 仍然遍布朝中和各省 陛下很应该趁机会 肃清奸领 重整朝廷綱 那哪些人是奸党呢 大臣万安已经撕退 朕任命先生你做大学士 你应该再无疑虑 陛下 大学士协助陛下批阅就像 地位显耀 虽然没有宰相之名 但是职责等同宰相 非老成持重 正职优异者 不能担当重任 那老师你认为 哪位大臣的正职 声望 足以出任大学士呢 启品陛下 你部左侍郎随普 你部右侍郎刘健 为人忠厚 熟习朝章典故 都是适当的人选 随普 用刀EST Leo健 好 难, 真是难 万岁爷为了什么事, 瘦眉不展 怀恩, 你看 朕每天要批阅几十封奏章 里面大多数是有关赴税, 刑律, 和各种礼仪, 制度 朕以前都闻所未闻 你看, 这封奏章提及曹温 这封又提及治理黄河 朕对这些事简直是一笑不通 万岁爷, 先帝成化爷和正统爷 都是将这些奏章交给内国大学士批阅 然后由施礼太监代他们诛批, 那就省事得多了 但是这样做, 怎么可以对国家大事疗愈指掌呢 有施礼太监, 和内国大学士校奴 万岁爷可以放心 不行 批阅奏章, 非亲力亲为不可 但是, 国事昏凡 朕要重头学起 启品陛下 礼部尚书邱俊 赞写了一本讲解朝廷政务的书 名为大学演义堡 呈献给陛下省南 有本这样的书? 那实在太好了 有了这本书 朕以后处理国家大事 就不怕亡无头税了 是 邱俊是广东瓶州人 他立朝四十五年 不但清廉正直 而且用功致勤 今天赞成巨主 实在大大有利于陛下 治国平天下 没错 明孝宗宏自初年 撤退以万安为首的奸臣集团 启用徐浦、刘健、邱俊、謝迁等等 老承持重的大臣执掌朝政 而名孝宗朱右堂的老师梁柱、李东阳等人 欠谋策划 致力于革随天信成化以来的弊病 明朝的政治也因此稍有改善 历史上称为宏治中兴 但是积弊太深 要彻底改变并不容易的 中华五千年之 是由宗杰良、宋立洋、曾永强、陈炳球、蔡雅角、林有荣、温泉等联合播演 现在竟已播放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